终于等到你,还好没放弃 大家好,我是合作小猫 今天的小猫给大家分享一个 C站长有一种这两天挺火的一个bug 小猫呢,想称它为超速爬行bug 卡成功之后的效果呢,就像视频中小猫展示的这样 在趴着移动的时候速度非常的快 看起来也是比较奇特 就像是一条穿梭在这个草丛中快速移动的蛇一样 那么是如何做到的呢,其实也是非常的简单 首先呢,需要咱们找到一辆这个载局 最好呢,是这种轿车或者皮卡载局 这两类载局会卡成功的成功率会比较高一点 然后呢,咱们手持5G趴在这个载局的旁边 记得一定要手持5G趴在载局旁边 然后呢,点击乘坐 坐上车之后呢,点击开镜 然后再点击下车 下车之后,实际上咱们这个超速爬行bug就已经卡成功了 由于这个镜头呢,比较挡视野非常的难受 咱们把背镜关掉是不影响 成功之后的效果呢 在你拉动轮盘向前移动 或者直接锁定奔跑的时候 同样,游戏角色会以这个趴着蠕动的形象向前移动 而且这个形象也是能够被他人看到的 也是肯定会在他们眼中 肯定会让他大吃一惊哦 想要解除这个形象的话 也非常的简单 咱们只需点击一下开火设计 或者做一些其他轻微的动作便可以解除了 这个超速爬行bug呢 在小毛看来实用性实战性并不算太强 因为在游戏中,你要是有时间做这个bug 还不如直接跳起来跑了算了 你说是不是呢 娱乐性倒是挺好的 感兴趣的小伙伴们也可以去新年场中试一试哦 非常的有意思哦